這個圖導是用來說明向量加減法的概念 在這個地方我們有四個選項 第一個是向量加法的第一種解釋 一般來講我們在做向量加法的時候 比方這裡有一個U向量,這裡有一個V向量 從U向量跟V向量走完整個旅程 它就相當於是從這個點走到這個點 所以這個向量就是U向量加上V向量 這是兩個向量相加最原始的看法 我們來看第二個看法 第二個看法是這樣 如果把U向量跟V向量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解讀 我們現在把V向量把它搬到對面來 好,我們現在要拉動這一個 拉動這一個東西 讓這個V向量跑到這個地方來 好,那這是加法的第二種解讀方式 兩個向量相加 那麼我們可以用平行式邊形的方式來看 它就可以加成這樣一個對角線 這樣的一個向量 OK,好,現在我們來看減法 一般來講 那一般來講 U向量減掉V向量 那麼所謂減掉V向量 說出來就是說 朝著V向量的反方向來走 OK,所以 U向量減掉V向量 事實上就是U向量去加上負V向量 所以 從這邊走到這邊 再從這裡走到這裡 那事實上就是 從這個地方走到這個地方 那這就是U向量減掉V向量 這樣的一個向量 最原始的看法 好,我們來看第二種看法 第二種看法呢 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原來呢 U向量減掉V向量 OK 那就是這樣子走 就到這個向量 那現在呢 我們把 向量稍微搬動一下 OK 把這個U減V向量稍微搬動一下 然後搬搬搬搬搬搬到這個位置來 OK 把這個位置來之後呢 事實上 它的這個方向 並沒有改變 還是U向量減掉V向量的方向 但是呢 我們的看法改變了 我們這次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U向量跟V向量 還是把它們的這個起點擺在一起 那這時候 U向量減掉V向量 就有點 是怎麼說呢 就是 從V向量這個箭頭呢 走到U向量的這個箭頭來 OK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種 減法的看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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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